穿白衣的男子 對保全經理匕首畫腳 情緒激動 講沒兩句話 出手抓住經理的頭髮 要他拿出兩萬塊 不然就殺人 經理嚇得掏出身上的三百塊 但男子不罷休 拿碎酒瓶刺向經理被捕 更可惡的是男子嫌前手 又脅迫經理來到管理室 要保全交出抽屜內的 一千六百塊零用金 總共拿了一千九 才養長而去 金錢場面就發生在高雄 一處大樓 四十二歲的黃信賢犯 是大樓租客 常常酒醉鬧事 二十號下午 他又喝得爛醉 跑到管理室大鬧 保全經理到場處理 卻被對方勒索要錢 背上還被劃出十公分傷口 但因為擔心影響住戶安危 經理事隔三天才報警 我就看我人很多 然後很大聲音 嚇死人然後躲起來 那個主任真的是 他今天有一個遺群的密密麻麻 都不偷訴 大樓出現恐怖租客 其他住戶忍心惶惶 管理室也因此放球棒自保 時候警方逮捕嫌犯 在他身上找到花生的兩百塊 儘管嫌犯辨稱自己喝醉 不記得傷人 但警方還是依照 搶到傷害罪嫌 將他移送法案 記者梁家文高雄報導